安播足球快信 2022年2月26日 曼聯主場特別勁 星期六深夜 英超友好戲上演 曼聯助陣奧脫幅球場 迎來屈福特的挑戰 兩對實力和近況都相距甚遠 擁有主場之利的曼聯 今次有力擊退對手 雖然曼聯州中歐冠聯16強 首回合整體發揮麻麻 但是他們還是憑著小將安東尼伊蘭加的入球 同對手打和到現在 曼聯連續不敗的法定時間長次增加到10場 狀態相當不錯 今季英超已經來到中後段 曼聯主要任務 還是保住前四的位置 雖然他們目前有46分 但只比小踢兩場的阿仙奴多1分 曼聯隨時跌出前四 他們需要繼續搶更多分 向上衝先致保險 面對星班馬屈福特 紅魔鬼仍來得了3分的大好機會 一方面 曼聯近期主場連勝 而且進攻強勁 軍場入三個球 班奴費南迪斯 和基斯坦奴朗拿道等多名球員都有入球 另一方面 曼聯最近8次助陣奧脫福球場 對陣屈福特全部獲勝 而且6次保持清白之身 雙方今次再次交戰 曼聯拿完三分問題不大 至於陣容方面 前鋒艾迪神卡雲尼 和美臣格連活特因各自原因被戰 屈福特上季牌 在英冠第二直接升班到英超 作為今季英超升班馬 球隊首要目標就是要互給 不過令人失望的是 屈福特今季至今表現差勁 他們已經換了兩次主席 目前是老帥學神大隊 他帶英超球隊的經驗相當豐富 即便如此 屈福特的表現 亦未見明顯的改善 近三個月聯賽只贏一場 而且沒什麼進攻力 近六輪紫莫沙斯掃高 和艾文奴丹尼斯有過破門 另外屈福特今季不善客戰 12場輸足7場那麼多 而且防守不穩 今次面對近二輪聯賽攻入六球的曼聯 屈福特捷擊就所難免 在陣容方面 後衛尼古拉斯尼高盧 和中場比德伊迪堡恩雙無法披甲 你聽緊的是安播足球快信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